和已婚男公似性交,13岁女染性病 案情指13岁的少女在去年5月和26岁運輸工人麥嘉倫拍拖 當時她已經知道對方是黑社會 一個月後,兩個人兩代在屯門一棟大廈的樓梯性交 之後有一次為了性交,她和朋友見見面失蹤了9個字 後來她知道對方原來已婚還有兩個女兒,就打算分手 但依然應約,和對方在雙層人士廁所性交 同一日她撞回麥嘉倫,對方知道她有新歡,結果升班她 攤牌的時候,麥嘉倫再升班她和炒傷她 在家人追問之下,她都說出來報警 報警之後,她被驗出有性病,經治療後染傳穴 曾經有非禮案底,一直沒有到停經訊的麥嘉倫 早前已經認了和未成年少女非法性交等目條罪 究竟說事發時,不知道少女幾多歲 她又說從來沒有用恐嚇的手段逼她性交 不過法官看過照片之後,就說不可能會認為少女大過16歲 她還說少女是因為知道她是黑社會,自不敢拒絕 又大罵她在公眾地方性交,自止都沒有用途 純粹當少女是蝕辱工具 追蹤我伴侶監禁22個月 可惡